娱乐圈的明星可谓是个个都是有钱的主,而且很多都是生下来家庭条件就很优越,但还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荣获了各种奖项,赢得了观众的认可。 虽然光鲜亮丽,可对于明星则偶向来是一件比较受大家关注的事情,似乎则偶也成了明星头疼的一件事,甚至很多明星成了大龄圣男圣女。 今天要说的这一位,就是娱乐圈的一线明星,已经35岁了,还是单身状态? 他就是黄轩,黄轩很早之前性格比较内向,也不太自信,赤诚凯歌一直鼓励他,慢慢的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,一直改变到现在成为人人皆知的一件演员。 不管是演员还是做人,都需要足够的自信,这是黄轩学到的。 黄轩的演技不用质疑,他一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,而且并非任何作品都会接,而是根据剧本的情况才会做选择。 所以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关于黄轩的影视作品,但他的作品并不是说少,也有很多,美。 一部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娱乐圈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,而黄轩并不喜欢跟别人争抢,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,更不喜欢去求人。 所以他的节奏一直是有条件的,就像他对待感情一样,和大部分演员不一样,黄轩每拍一部戏都会花一两个月去体验生活,争取把角色演好,他不缺钱,所以对名利没那么多追求。 这一点让冯小刚很喜欢,所以,黄轩也成了冯小刚的运用男主,可以说在演员的素养方面,黄轩很到位。 黄轩有一栋四合院,因为喜欢安静,所以这套房子也坐落在一条小巷深处,很少有人担扰,比较符合黄轩的性格。 四合院装修风格属于简洁大气,却少了一丝的生气。 相比之下,黄轩家的厨房具有十足的烟火味,清一色整齐摆放的调料体,外加干净的锅具和道具,在这样的厨房中做饭,简直就是一种享受。 如果有时间,黄轩更愿意自己下厨做饭,他很享受这种安逸的生活。 在拍摄节目的时候,黄轩还为鲁鱼亲自下厨做菜,也算得上是顾家的好男人了。 比起大鱼大肉,黄轩似乎更喜欢素食,健康营养,这一点倒是也符合他。 不过说到黄轩的感情似乎并不理想,今年已经35岁了,还是单身。 家里除了妈妈这个女人,外在没有第二个女人。 黄轩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,而且在家的时候,黄轩更愿意多为母亲付出一些。 而且在黄轩眼里,妈妈已经慢慢老去,她更像是把妈妈当作一个小女孩照顾,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。 因为黄轩很小的时候,父母就离异了,加上她十几岁时,又开始住校独立生活,每当回到家母亲,就会经常在黄轩面前诉苦。 所以黄轩也比较敏感,一方面不想刺激妈妈,一方面更不想自己的感情生活,会和父母一样,感情不合而离婚。 所以,黄轩除了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之外,也有恐婚的心理影响。 当鲁,欲问到她有没有什么择凹标准时,黄轩说最好能找着圈外的老婆,而且对于婚宴她是有渴望有害怕,有时候黄轩还会自嘲能不能找到老婆,因为她是那种一旦选中,就会全身心投入的那种男人,所以对婚宴比较慎重。 你喜欢这样的黄轩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